好 请来找 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阿弥陀 阿弥陀 好 那这是 今天是我们 这一年的 虽然是跨年 不过我们就是到 一月算是 作为我们的课程的一个段落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谈的是 从画像里走出来的菩萨 因为这一年 我们主要是以菩萨法为主 那这个谈也谈很多了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地方 一直在跟大家提醒 但我希望我们这个观念的正确 还要有形的配合 那在这里 我们把我们过去的 因为观念有很多面 那我希望在今天 这种短段时间里面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提醒 所以我想先讲的就是一个 出发意 以菩萨的觉醒 出发意 我们就是出发意 刚发心的 那也就是说 我们试着把佛法的这种概念 我相信我全面已经讲了很多 在我认为 很多的现象在佛门当中 真的是很典型的 入宝山空手而回 很可惜 很可惜 那不容易看到佛法的感应 那前面我们大概很多地方 都要谈到这个原则 但我希望在这个地方做个总结 希望大家能在 这样的一个菩萨形当中 能具体落实 不然很可惜 因为这是一个大功德处 所以前面我们讲的就是 因为觉相应的菩提心 而这个菩提心是 一切善法之所依 能对治我们的烦恼 能成就一切众生 这个原理我们多少已经谈到了 但我们现在就把这些观念 再转到我们的现实 什么现实就是 我们都有在拜佛 我们有很多画像 这些画像 你拜那么多年 它跟你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联 我们不是常在拜吗 我们是在寻求感应 对不对 那我们就实事求是 拜那么多年 请问我们打电话 也要对方回电话 对不对 不然你光一直打 他又不想 想了又不接 以毒 不回 未回 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所以我本来有line 你先把它删掉 那太可怕了 你天天就被他绑住了 叫皈依佛法身 还有line 太可怕了 难得自在 所以我不但停用 前三调 太可怕了 那临终如果听到 line的声音我忘了 听懂 哇这个更可怕 这个临终念我的时候 突然line来 最好是阿弥陀佛打给我的 太可怕了 我们总是要有一个交涉 我们不断在活向前 菩萨向前 我们不断在拜 我们也不断寻求感应 但应该有感会运回来 那你觉得感应在哪里 拜了那么多年 苦苦等着佛菩萨的慈悲 偶尔视线给你感 有的人会感应 有人不会感应 那什么叫感应 这我们常在很多地方 一直在讨论的 我拜总要一个方法 对不对 我现在 因为我现在很现实 没用不要做 只要有用 再久我都等 但不要让我空等 很多人说 只要你诚心 你知道什么诚心 诚心包含智慧 因为它必须要 如是因缘 如是果 所以我知道 我的诚心 我的值要有 我的量要够 质量具足 一定成感应 这叫因缘具足 所以理路很清楚 所以我今天 做不到 我不会奢求 佛菩萨的显现 但我如果想做 我就照你做的 做你说的 没感应 难道我要等个 偶然的感应 我就苦苦的 痴痴的在门口 等你来 对不对 佛法不是这样的 佛法很清楚的 拜了那么多年 你跟佛像有何交涉 你电波不但出去 他到现在还不回来 说不定他已经是空耗了 人去楼空 你也就打给他干嘛 你信一直寄到那里 他怎么没有回 你不会去查 人搬走了 你一直寄 一直在疑惑 他怎么 他怎么被人回应 他不是忘掉我 结果原来是地址写错 好 所以你在拜的当中 你跟佛菩萨 像有何交涉 再过来 你苦苦等 为何等不到 佛菩萨的降临 那我现在必须要问的就是 那你正认为 感应之道在哪里 我们今天中午还有一个皈依 我们在这里皈依的时候 我都会特别强调后面 众生无边试验度 烦恼无尽试验段 法门无量试验学 活到无上试验层 我不希望它是假的 所以我当要问前面 我跟佛菩萨的圣像有何交涉 同时我在寻求佛菩萨的感应的时候 我还要问你刚开始皈依的 那四句话你有没有忘掉 没有 那怎么改 我们会念 但我们很少去做 是不是 所以这准备我特别谈到就是说 我自己讲 亦往袭 曾发四红雁 至今何所作为 我如果有人一直依着我 我不是讲说有人要依着我 那依着我 我就 我说依到现在 我发觉你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那反正你在我旁边没什么用 你不然出个钱 雕个我的像回去拜 你也省事我也省事 反正不相干 对不对 当然钱要你出 不然那么多像我哪有那么多钱 如果你以为依止就是在旁边 一点作用都没有 那不如拿像你去拜 毫无交涉 因为中间没有一个明确的修行的方向 你到底要求什么 你既发四红试验 至今何所作为 没作为怎么感应 好 我再问 我们这尊四尊像很庄严 对不对 从我还没进金刚师到现在 我已经知道 他已经是被装两次了 我要靠他吗 不是 他靠我 是不是 他是不是靠我 一个无常的像如何度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大殿里面 面对活像应该用什么心情 刚诵经刚经 以摄像剑 阴身求 四人寻邪道 不能坚入来 那我们怎么看 我们一直在求一个泥塑的 我们一直在求这个画像的佛菩萨加持 当然我想我们在座都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我常讲说 我们不断地用世间的这一份心 想要去感应 但佛菩萨也同时讲说 其实你不要那么辛苦 你不要怀疑我的慈悲 你只要依教奉行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 能知道整个修行的价值 而不是一种 我当然这样泳词有点乖乱 不像痴难怨你 佛菩萨 你不用这样求 你不用这样求 你求这个是因果 你这个求其实是有一个一层意义 你一直求佛菩萨 医生你给我药 你给我药 然后给了药 没吃 再求还是没用 是不是 所以我今天 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的一个法 但我现在要反问的就是说 这么多法 有没有给你一个明确发像 从此之后 我将如何行菩萨道 所以我们对这样的一个 只做的泥塑的菩萨 我们如何去期待 他以金刚不坏的身来忽悠我 这不是我们多数人一直在做的 道理归道理 求得照依然很少用一个 就是 我必须知道 我跟佛菩萨的直接感应的管道在哪里 我们忽略这个 还是依然在求 你所的 只做的 菩萨的感应 他怎么会感应 他感应才怪 那为什么有些人在拜佛的时候会感应 因为另有感应原理 你有感应原理 因为我一直希望大家能走到一个真实感应之道 所以前面我们电个机 但问题 当我们听完了之后 你有没有更加明确的知道 作为一个活地子 在寻求自觉觉他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路 或是说我们听完了这一年以后 回去照样拜着旨 我照拜啊 我也拜啊 因为我知道要怎么感应 待会我们会谈这个 可是如果我们听完了以后 我们并没有一种 知道用什么心情来建这个火像 用应该有的什么的态度 来观这个只做的菩萨像 那这个感应的管道还是停的 你就在苦苦等 不会有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看到有些活地子 就是 离开的应该有的修行 应该有的知见 跟一般的宗教信徒一样 在不断地寻求一种 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来对我们的一种 加持 那请问那这样的佛法跟世间法 世间宗教有什么差别 所以我们前面讲的其实就是要启发这一份感应之道 同时让我们获得真实的这种修行功德 其实重点在这里 所以我现在来问一下 当然现在没办法答 我现在为什么要在最后这一节课谈一下 就是说你是不是很清晰 经过这一段时间 黄昏听法以后 我路应该怎么走 没有 那其实你所有文法 也是沾了一个很微弱的边而已 路没有出来 路没出来 因缘不种下去 感应不会痛 是不是 甚至我应该讲 我们这样反护学 要不是有实际的心 那简直是浪费时间 是不是 医生我好苦啊 请你给我药 到处医生都看看 看一看 医生就尊尊教诲要这么吃 然后就收集很多药 摆在药柜 你看吧 这个是龙肿的 太大了 这就中国医药学院的 各方面都有 有没有吃 都没有 这样有什么用 所以我说这个道理有没有痛 经过这一段时间 你有没有很明确 你路应该怎么走 好 我说 菩萨在眼前 你却是当面错过 当然不是我 不过我是菩萨 这个我不能说不是 因为我说菩萨界 是菩萨佛 我说是的 但我这个比较反忽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到佛像 是不是菩萨 你看木雕的佛 是不是佛 你都把它当佛 却又不把它当佛 你灵愿用射箭 用阴森球 但你就不愿意如法 想一 就是我们天天在金刚寺 送金刚经 然后依然用射箭 阴森球 这不是很矛盾吗 而且很讽刺 在金刚寺 送金刚经 执着射阴森 然后要见佛 这是意义在哪里 你看一点 等于是这个法的感应 是不是太微弱了 我们讲过 当然这个一下子 有的人不清楚 我一直在谈 金刚经所点的 就是一种 我自从学佛以后 我当依佛的教法 见真实相 用一个更白的 我自从学佛以后 越来越不愚痴 为啥 我越能看清楚 四出世间法 一切真实意在哪里 自从被人家指导以后 以后诈骗集团 就骗不了我 那这个也直接感应 是不是 所以今天这种不断寻求 你有没有睁开你 那个该有的抉择的眼光 没有的话 那感应知道从哪里来 甚至我应该后面讲 我们因为都皈依了 活到无上 是愿成 对不对 所以我在出家第二年 我就写了 应该第二年第三年 我就写了一个 很狂妄的语 住此正法 舍我其谁 我的用意不是排除别人 而是责任就在我 不要把责任归到别人身上 住此正法 舍我其谁 发的是雄啾啾气昂昂的愿 但问题 你有没有下手术 有没有下手术 那下手术不就是我们前面 不断的依着筋将一路下来的下手术 愿是有 路不知如何走 所以我们现在 大家同样都熏修了菩萨法 但这样的气魄 确实少有人有 所以今天我们还要谈一下 如何检验 是否为真菩萨 我要让你这个尼索的 它是尼索 你也跟尼索差不多 对 反正也没什么生命 它尼索当然是我们说的 你这个活蹦不乱跳的 跟尼索也没差别 反正功德也不大 所以我们要这个 我们不但尼索的 我们还五蕴烦恼的 我们如何让五蕴烦恼 这一个颠倒众生里面 竟然能走出菩萨来 这不就是我们一路 闻法的意义吗 结果闻了以后 五蕴烦恼还是尼索的 还是紫做的 看不到那一份 对法的抉择的意义 那这样的意义在哪里 是不是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觉得说 它那份感应始终打不开 这个关键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讲说 因为我为什么 刚开始这种觉醒的时候 我要问这句话 其实这句话 其实也代表着 我们对菩萨法 到底有没有信守 就是你有没有愿意说 注持正法 舍我去谁 他们讲说 那是师父你的责任 不是不是 是还所有发心 行菩萨道的人的责任 这在经典是有这个意思的 但你们有没有这种想法 我今天要讲的 这个不是一个高谈理论 因为这一个心 代表你有强烈的 一个自觉的佛法在里头 你那份法入你的心 你正在度你的内众生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因为这个看似 注持正法 舍我其谁 看似一个简单的句子 但如果这个心是真的 代表这中间有很多内涵 而这个内涵 竟然就活在你心中 而这个东西 就正在发挥 它叫做真如内心的功能 就在转化你的身心 如果受持菩萨戒 我应该讲 这就是菩萨戒体 我这样点是不是很简单 但有时候会让我们警觉 对 好像很陌生 而且这个注持正法 舍我其谁 还第一次听 不要讲说 以前是事成有过 现在是全然陌生 但因为 如果我们从前面 所得这个意思 应该照理讲 我们从前面讲 慈悲到大慈大悲 这个道理 我们应该越来越 因为对现实 我还是强调 当我们对人生苦极的 现实的理解 强烈的产生的 一种自觉的需要 以至于要利益人 它转到最后 就是注持正法 舍我是谁 不忍众生苦 不是狂妄 不忍我苦 我希望法入我的心 所以注持正法的 第一步是什么 我心中有法 所以我现在在这里 我反问的就是说 我们有几许人 曾经 我们不是嘴巴念的 这样皈依的 众生无边 试验度 大家演同样的戏 那跟你也不交涉 为什么那是 从外表飘过 从也没入你的心 那曾经入你的心 到现在又留下多少力量 这不就是我们反复 听法要灌溉的东西 这里面我们要讲说 我们是凡夫 所以我们在讲 菩萨界的时候 特别去强调 谁是凡夫 亦是菩萨 所以这个不能推迟的 那我们要知道 它里面的源头在哪里 我希望大家 掌握到这个道理之后 不断透过提醒 让我们肯定它的价值 而且肯定下手处 这个自然它会慢慢感应 这个在色大圣论 有这句话 它有一个名称叫做 初修观者 即是凡夫菩萨 色大圣论里面 初修观者 即是凡夫菩萨 我这个词 我让你们知道 其实你现在可以是菩萨 而且逐步感应 而且我也同时承认 我就是凡夫 我同时是一个烦恼众生 但同时里面有菩萨中心 我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我把遥远的菩萨 转到我这个烦恼众生当中 竟然开始启发他的菩萨性 菩萨再也不是一味的求 而是如何落实到你身上来 因为这才是感应之道 所以我先问你的发心 你说哪有可能 有道理都有 所以我们不断在听闻佛法的时候 其实就为你种下这个种性 你看他另外一个本 他有讲 这个注意哦 又此证文熏悉种子 你们现在是不是在证文熏悉 下中上品音之 那我们就不谈这个 欲是法生种子与阿赖耶士相为 光你现在 你听法而已 跟你那个染污的颠倒心 和和这个颠倒众生像的 这个阿赖耶士 这样的一个证文熏悉的种子 是法生种子 以你这种染污的阿赖耶士相为 非阿赖耶士所色 后面 是初世间最近法界等流性故 我的意思就是 法界等流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是不是含糊 我现在都希望大家能确认一个现实 我就是含糊 但我也从来不认为 我不能修行 我也不会去排挤 我可以形复杂道 两头都如此 那所谓法界等流的意思就是 以亲近的法相应 等流的意思就是 当我开始了解 元旗的无自信义的时候 是不是世间就是这样 法界的本质是不是 元旗无自信 是不是这样 当我学习在懂的时候 这就是跟法界相应 也就是说 你跟真实相应 我现在还在颠倒 但我开始听闻的时候 已经顺它了 换句话就是说 我开始种下觉悟的因 而这个觉悟什么 就是事实 我一直在强调事实 就是佛法是现实中的最现实 并不是脱离现实 但我们知道 在现实当中 却看不到真现实 所以佛法告诉你 用什么角度来看这个现实 所以佛法有一个 很亲近的标准 就是践踏最真实面 不是你想 很多佛法 不是你想说就乱说 讲得很高的境界 却脱离现实 找不到答案 那我们现在假如给你一个 更亲近的角度去看到现实 这叫法界等流 也就是法界的原来东西 我不管是用听的 经典的 凡是这样的一个文师 都是顺向理解 亲近本相的 这叫法界等流 他说出世间 最近法界等流信雇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世间 是世间 但我现在告诉你 世间当中 有没有出世间的道理 有没有 有 为什么 五蕴是不是世间 照见五蕴 有没有离开世间 但照见五蕴 照见五蕴 接空 有没有出世间 照见五蕴 接空 出世间 却在五蕴当中造 这就是感应之道 造了你这个烦恼的五蕴 清除了以后 度一切苦恶 对一切苦恶造 能不能感应 你没造 你不但没造 你还逆向 叫你要造 你现在直 摄像见 因身求 我叫你造 我不是要你舍 摄身相慰处 我叫你造 看清楚 摄之为摄 如何如何 是诸法功效 就不这样 这才叫度一切苦恶 我怎么拜了几十年 不会度一切苦恶 不要说一切 一点点 你又没吃药 你从来也没在造 对不对 你信不信 你开始造就感应了 你不造 不要说没感应 你造了以后 我造了 你一定要乱造 我关了 谁不会关 科学家天天都在关 只是你不如理思维 所以现在 开始活门夜走 鱼吃法 讲得适适而非 什么都不要 我不跟你谈理论 什么都不要 那信不信 你现在出门 看到哪里 能不能走得下去 对一个你都不知道 路怎么走 会到得了 只要我迁城走 试看看 世间法就跟你迁城走 不一定到达第一地方 为什么 路不清楚 迁城走就会到 世间法都很清楚 为什么路了 火门 完了笨了 对不对 好 那怎么说 虽是世间 而是初世间种子性 所以你们现在 有没有种下 初世间种子性 必须要开始 认清楚事实 这一份 开始用角度 开始认清楚 身心世间 一切的真实性 虽未路 你看他讲了 是初世心种子性 又初世心 虽未生时 又能对 以能对治 诸烦恼禅 你初世心还没生 是不是像跟我们一样 但又 以能对治 诸烦恼禅 因为种下阴 感应就重要 因为你不能怪 他没感应 因为你也 你那个黑已经太蓝了 所以现在才一点点药 你不要想一下 你那个黑已经蓝 都已经到底里头了 不容易了 所以你想到这样感应 不实际 但有下去 一大桶黑墨汁 滴一滴清水 会不会感应 有啦 跟没滴差 有差 只是差太小 看不到 那你信不信 你不断滴 而黑的不要再进去 你确不确信 总有一天会成亲 会不会 这不是如是因如是果 但你不要滴一滴 两滴墨汁进去 那个越来越黑的 是不是 他说 出事心 虽未生 已能对治 诸烦恼禅 为什么 你知道烦恼 从哪里来吗 这是我们讲元气法的 所以当我开始 用世间如实 如实的道理的 那种智慧 观世间如实 这智慧刚好对治无名 那无名刚好是 烦恼的根源 我现在是不是 这样下去会感应 就是这样 已能对治 诸显恶趣 三恶道 从哪里来 从烦恼来 烦恼对治 三恶道会不会对治 会是 因为都从根源谈 我们是怀忽 已经种下 对治烦恼禅 对治诸显恶趣 已能做一切 所有恶业 朽坏对治 能让我们已经种下 总有一天 这个成熟 我会让我所有的恶业 障碍因缘对治掉 我可以让它朽坏 但要种对种子 又能随顺逢世 一切诸佛菩萨 为什么 因为文正法 以诸佛菩萨结下 不只圣身因缘 终究会一佛菩萨 然后在佛菩萨所 又能修广大福德 因为你结下这个缘了 怎么要语言 十方诸佛 三世十方诸佛 同共一法身 其实意思就是 同共这份决心 三世诸佛 一般若一般若密多顾 得二六多了三秒三菩提 三世诸佛 皆因观察世间缘起 看他的真实意义的时候 才叫佛 所以我以这样的心来 我以开始学习 这样的一个心 跟三世诸佛感应 对不对 过去 现在 源头在这里 但要做 所以我刚才 画像跟你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只是你当面错过 摄像摄像 摄像摄像有没有问题 求了有问题 离了有问题 我是借摄像 因身观察 诸法真实性 我不观察而止 行写道 我离开 色身相畏处法 而修行断灭 我应该以 色身相畏处法当中 去观 法性真实性 这叫成活因 是不是 好 所以 虽是世间 因之初修业菩萨所得 义是法身色 初修 我们现在这样 不要以为没有 不要把菩萨推到向去 你就是 你应该承担 你因为知道管道 我只要越来越 我闻不要乱闻 我要闻法界等流 我要去慢慢趋近于 世间最真实 最真实的那一份义 当我开始熏修的时候 我就种下什么 对治诸烦恼禅 对治诸显恶趣 虎秀一切烦恼恶业 朽坏一切烦恼恶业 乃至我能随顺一切 跟诸佛福萨事业 我能随顺 我可以逢侍一切诸佛福萨 然后以旧境清净 诸佛福萨 这个缘都是在你 正文熏习当中出来的 但要正文 所以我刚才 为什么一开头就问 我们听了也一年 虽然不多 每次都一个小时 所以前个月听了 大概就还我 下个月再来 然后下次再来 所以才会感觉 我们的进度 所以我用这种反问 帮助大家抉择 也就是说 文法虽多 路得了几分 好 我最常引用的是 四十二章经那句话 他就是说 犯恶人百 不如犯义人善 对不对 我想你们都学了 你要供养 百个恶人 不如供养一个善人 然后一直供养 供养 犯百亿辟之佛 不如犯义三世诸佛 犯千亿三世诸佛 不如犯义 无念无助 无修无证之者 那佛不就是 无念无助吗 难道佛有念有助 犯千亿 我们亦都遇不到 我们现在一个也没遇到 何况是千亿三世诸佛 竟然还可以随所连来 及时 为什么 只要你随顺 修 无念 无助 无修 无证 你就这样跟他相应 不如 所以供养谁 你以去供养 不如供养自己 你为什么不暂时仔细下来 依佛所教士 如实观察 身心世间到底如何 虽然看不清楚 但也往这边走了 正文寻习 不是一下看清楚 但路走对了 我再也不以过去 直取的心看世间 而学会用佛法 告诉我的角度 逐步观察 这就是顺向解脱 顺向菩提 你要犯千亿 三世 千亿多少 三世内 都还不如 静下来 你就可以 我的意思就开始走上去 刚才色大圣论讲的 经典讲的 是不是同一条路 你现在菩萨道 是不是早就可以起步了 那为什么不起步 第一个 认法不真 为生意乐 所以才会这样 可惜可惜 所以本来是要给很多的宝 结果都是入宝山空手而回 是不是 金刚经我每个月都送 信经也经常送 早晚课都送 送了老半天跟他当面错过 好 那我现在要谈的是 菩萨型的现实与实现 我不希望 我不要忽略的一个 我修学 我想要看到真实 当然我也看到我自己的真实 我是不是一个凡夫 我是凡夫 什么叫凡夫 是凡夫 非凡夫 你刚刚送完 你看我现在等于是在讲 是凡夫 非凡夫 是不是凡夫 你们是不是凡夫 是不是凡夫 你们应该学会 我讲是的时候 答是讲 然后我讲是不是 你们就会知道 也要答不是 这是我们的标准答案 为什么凡夫性不可得 但照做懒着叫凡夫 因为凡夫性不可得 凡夫可以转 我们现在有没有执着 有 能不能度 可以 因为凡夫性不可得 我们现在有没有菩萨种性 有 但若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因缘合合 我们讲因缘合合 我们这一块 连我现在在讲话里面 就是一个嘴巴哭了 一直讲 一直讲 其实找不到我 但我执着我 然后应用我的身去 色心合合 就带着我到处 转转转转 善事轮回到现在还没出来 但我们慢慢了解 他情形是什么样 我现在是不是烦恼 承认他 但我有没有 菩萨的一些信 尤其是受菩萨解的 有 所以我们现在是天天在跟 我们用我们的菩萨性 跟我们的凡夫性在对抗 所以今天来 我们这个菩萨这一方面稍微讲 回去 众生那一方面就讲了 就像地藏经 老师菩萨 这样讲了老半天 丢出来 他进去 这满费 然后这个很 我现在都要留意 不要讲太多台语 就是 满费怎么讲 就是我怎么拉出来 他又跑进去 拉出来找什么 菩萨够耐心 要是我就不管了 我们就这样 我们始终不能迎 带起真实之鉴去抉择 都依止也妄想颠倒 那继续追逐 挡都挡不住 我现在经常看到 众生的那一份冲动 讲都讲不通 为什么 即便学佛的人 要是看不清楚 为了他以为的是佛法 然后那一份 任假作真的冲动 挡都挡不住 一直奔过去 然后就创造了 所有轮回的业 但自然还 竟然还不知道 所以我们在修行里面 有一个现实就是 我们日夜在熏悉当中 我们不必须知道 什么叫菩萨性 什么叫凡夫性 而我们这个对抗 随时就在现前 我其实就是说 我现在是有血有肉 有烦恼的凡夫菩萨 但我同时知道 感应在哪里 我随时守着 所以我承认我是不凡夫 但我承认 我可以用我的修行 转我的凡夫性 那这个东西 必须要有一个强烈的 对菩萨的一个认知 法的认知 这时候我要的就是说 你开始利用这一个 是不是烦恼的五蕴生 在修菩萨法 好 那跟佛像有什么关系 那跟佛像有什么关系 佛像我在这里讲 以相表法 以法熏心 以心导行 以行甘果 要没听到 以相表法 以化相 以相 以化 以相表这个法 然后借这个法 熏我的心 以这个心 引导我的三叶 然后以这个清净三叶 赶菩萨果 这就是为什么 我要拜佛像的理由 但你拜的时候 法有没有进来 法没进来 后面就停了 所以我们当不断在 着这个像的时候 务必要回到 它到底三十二相 代表什么 佛 我必须依法 依念佛 所以我要知道 佛之法甚 是不是 若见诸相 非相 则见如来 是不是这句话 我们也刚送过了 是不是 见缘旗 见法 见法 见如来 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今天 在看这个活像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借活像 表达那一份活 三宝的清净功德 所以我在理的时候 我重点不是这个色相 是这个色相里面 所代表的法 我在眼前 我是顶礼这个的 否则的话 你不了解 这个相所代表的意义 就如金刚心所说 以色见我 应生求我 世人行邪道 你干嘛行邪道 你行邪道 不打你屁股 还想感应 对不对 要是我就打你屁股 你还感应 这样就讲 佛 我怎么没感应 你再说 我就打你屁股 佛就不会像我这样 你始终到我面前来 都不要依教奉行 你还乱感应 你行邪道 我这样讲这句话 我希望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能得一点味道 因为很多人 顺着是福德行在走 我们今天在这里 顶以火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他那一份 为众生苦修 对不对 以他何等的智慧 看清楚 世间轮回的根源 正如我之前不是讲吗 我到陆远院 看不是那里礼拜 我到陆远院 感恩活在此处 说是圣地法 我当依法归义 是不是应该这样 你去那边拜了一大堆 我不是说拜不行 免得去那边 你们能不能乱拜 我到你被打 不要怪我 我们到那个地方 我们感受了什么 所以当初佛从天上 说法下来的时候 联法社比丘 你不是化现贵人 贵族那去迎接 我跟他讲 不是你第一个迎接的 是虚菩提 可是偏偏虚菩提不在 虚菩提第一个接我的 剑把 剑入来 但世间众生于之 好就抢先攻赢 知道的人直接心与法相应 我们担了起来 担不起来 相当然要 因为我反复 但我绝对不能停在相 我是利用相表这个法 然后我皈依这个法 以皈依法 皈依四地 才知道佛真实义 然后我以这个法义来引导 我这一个 现在就是烦恼的深口义 我是不是就在 度化我内在的众生 我务必坚定 我这个法义 光明 让那一份烦恼性 就在我落实在 现实当中的时候 我发挥了 度化我内众生的作用 而开始度化外众生 我不知道离开这个 还有什么好修行的 我现在又要问 我们有没有守住 这个原则在做 看不懂 继续问 问了以后就做 这时候就知道 应该怎么拜 我知道 活尊尊教诲 我们是只会用 一个幼稚的小孩子 你抱我 你救我 我说 我讲到半天 你一直抱着我的腿干嘛 我告诉你 照做就解决了 但你不愿意 我就觉得 有时候看到 就是说众生很可怜 事情也没那么复杂 你只要依教奉行 你会何等愚痴 软弱无力 只会依赖 却不愿意 依教奉行 一讲再讲 一讲再讲 却无心去了解 我到底说的是什么 从此跟佛的感应 割离了 讲了再讲 不用抱我 你这样就一定感应 讲了 他还是抱 我们这个小腿 被抱就完了 活的腿大 没关系 可是真的 有时候会觉得说 有时候我们看到 有的人用很强的 情子的心 在依着活 依着思 但我们会有一种心情 何必如此 你对我好 我感谢 但其实我要的 还不是这个 所以大家进到 活殿里面 一直唱 好感动 活说 不用 不用 照做就好 所以我文常讲说 活在在大殿 然后你们送你们的 他觉得活 就觉得 以我无干 他们就 集合 轻轻轻 出去了 活还是活 都没动 所以我这样讲 寂寞的活头 没有用法 跟他相应 好 这里面还有一个意思 所以我希望大家 能了解这一份 我今天不是 那个活像 跑出菩萨来 而是我希望 菩萨就是你们 好 我以我这一份 菩萨的心 我们现在 画像的菩萨 因为我们观察 他的功德 所以当我们 越了解 画像的 菩萨的 法的意思的时候 这个菩萨 先走出哪里 走出画像 入哪里 入你的心 是不是 走出来 没看到 不用在乎 挣出来 你才会吓到 你当我了解 所以我就觉得说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 一心 为众生 这时候我们身心感动 随习赞叹 是不是那个法 入你的心 我们看到 世间如何虚假 此人能 如实召见 我当学此法 是不是入你的心 因为你以他为价值了 这是你未来 奉行的规虐 就是一个标准在里头 所以我以菩萨 对菩萨法的观察 菩萨 入我的心 然后我就用这个一点点的菩萨心 驱动着我烦恼的身躯 走入众生处 我从利益众生当中 转染成尽 不是吗 不然要怎么修 有反入身 那不然你到哪里去 你不走这条路 老实讲我也不知道哪一条路 这就是巴正道的路 从头到尾就是谈这一份真实意 然后走的这条路 正正正正正 为什么正 四地自为巴正道 是优先 从此之后 依着这个实际意 然后开始修 才叫巴正道 出此之后 我不知道还有 因为更无余道 你要走哪一条路 你不走这一条路 会感应 活 不忘语 是实欲者 问题是你不修 我们再回头一问 请问在座多少人对四地了解 我们会苦极灭道 可以谈 但你会不会归依四圣地 我讲的归依不是那个嘴巴讲的 果真是这一条唯一路 是那个信守的心 其实应该是这样的 那换句话说 我今天这样反问 有则有 无则无 问看看 四圣地从来有没有成为你修行的所益处 那这个就知道 我们的环弧性其实还很重 我们的决心 那个决心还抬不了头 怪不得没感应 是不是这样 好 那我们看 所以我这种观像的这一份道理 所以很多观像观想 其实就这个原理 我觉得菩萨法赖入我的心 在这么混沌的宇宙 人生宇宙黑暗当中 终于有一丝清净光明的法 入你的心 那你就好好掌养它 要给它养分 用什么养分 六度 是不是颠倒 颠倒 我知道 那当然颠倒 但颠倒当中 其实已经开始 因为你在做很多法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有很多执着 但中间 跑来跑去 苦恼苦恼来去 竟然有一个的心 坚持不退菩提心 生灭的法会不见 但此不生不灭的功德 却都被你把握住 刹那之间 无量功德 但我们很少人会守 好可惜 好 我们要看 凡夫人因为 像我修地藏法门 因为我意念地藏菩萨的功德 我意念地藏菩萨的功德 所以我就以地藏菩萨的法 转我身口衣 染污身口衣 对不对 我如果没有一个亲近的路 我其实心无所安住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某些时候 要有一个法 让你执着 现在是不是执着 是 就是执 没什么问题 但这个执 就像说 我手脏 我必须要拿回照 现在执不执 执 但我可以去张 只要我去了张以后 再把回照洗掉 何妨 所以菩萨法 如果不坚持 它无以转化我的染污身口衣 这时候 你看 我平常是不是随世间在滚 当我见到地藏菩萨的时候 我一念地藏菩萨法 这时候我的地藏菩萨信 是不是在这里有带起来 此时 叮咚 第一回合 你赢了 这个boxing 打一打 时间到 第一回合 你赢 因为你这时候赢了 不过没多久 第二回合 玩忽性又赢了 你少坚持 我们其实 修行就是在随时不断 以你那个 难得的那份菩萨总性 那份光明 那个智慧 在坚持的 你中间有很多地方 你会垮 但不要舍 不要舍掉 就在这种坚持当中 爬得走路人 戏棚下 站久的人 他的 对不对 你上厕所 我不上 怎么样 总要你去上 就换我站了 就是我有一个 不退的菩提心 跟那份引入智慧的 这份求法心 我终究会放光 是不是 所以我就 在我意念 所以我们随时在意念 包括法会 其实都在灌输 在加强你的菩萨之良 但我们尽量 不要只是阴神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诵经晚 经常会在这里提 其实我希望 他能录你的心 这是何等之良 然后我此时 菩萨的总性 胜过反复性 我带头 我这样的一心起来 你知道吧 我本来胜口意识 跟烦恼相应 结果这个菩萨心 一起来的时候 突然所有烦恼性 在此时是被遮掉的 因为光出来的时候 暗不来 我是不是在 熏悉我的三业 我是不是在 出我的罪 本来这就是缘起 这不是在讲感应 这本来就是 如是因如是果 因为我此生 我本来是烦恼此生彼生 现在我是让菩萨法 此生彼生 所以众生法 此时就此灭彼灭 这本来就是感应的原理 亦征广大福德 这时候菩萨在我心中放光 是不是进来了 进来了 而且得大家持 怎么加持 相应 以法相应 所以我不是讲 地藏经药义 不是讲 地藏经最大的精神 在本院 所有感应 其实最核心的感应 在于菩萨院 那我若发菩萨院 我若行菩萨道 受持菩萨界 是不是地藏法门的 最极相应 你现在去度发众生 你是不是度得 有点颠倒 不是 但你是发菩萨心的 地藏菩萨的 奉行者 你内心还烦恼 但却有众生 因你发这个善愿 你的具体作为得利 对不对 某个意义上 其实你就是 地藏菩萨的分身 不是吗 我是师父派来的 虽然你还笨笨的 但还是做点好事 就是我们现在 我这垃圾很多 师父派我来提垃圾袋 你又没有证果 没证果 但会提垃圾袋 我帮你提两袋走 师父叫我来的 你师父谁 地藏菩萨 你怎么那么笨 的确笨 不过还可以提垃圾袋 那不是地藏菩萨分身吗 他派来的 做什么 提垃圾而已 下次 下次请你加垃圾 现在只能提垃圾 小菩萨嘛 就做这个事情 你说你用这样的菩萨心形 是不是最容易感应菩萨相应 那有没有做 念之在之 则是这样的一个菩萨法 最是感应之道 好 这里面还有一个经典 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心 我们要检验 我们不要背一个外向的学习佛法 而以为自己在修行 所以在划手经 不要划手机 中划的划 手还是手 划手经 划手经里面讲 我告舍利佛 因以三世验菩萨心 你来检验你自己 他即使有三个三世 三个事情来检验你到底是 能舍一切 能舍一切所有 而不忘报 金不贪 舍掉 一切 当之视为真菩萨心 看你有没有 我不是讲修行 总到最后一定会有一个习惯 叫做不惜生命 像我们的秀名名 秀名名过意怎么讲 习命名 这个很难讲 实在是很麻烦 不过他很传神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哎呀会痛 哎呀好脏 都插自己桌子 外面很脏 他也不管 都插这里 拿着小手巾 哎呀好脏 这不是很乖吗 这个心量就这么小小的 缺少应该有的胆势跟气魄 不惜能舍一切所有 而不忘报 因为他知道真实意在哪里 二 求法无所贪惜 淋湿生命而不舍法 有吗 啊求法 好久没有想到这一点 可以说你没有吗 求法 这不是宗教的求法 这是一个如何究竟圆满的 一种自觉的追寻 就真实求道 因为这是一个根源处 我当以此为究竟 不是一种迷信 在我如何心开意解 见得真实 从此自觉觉它 才是我人生价值 求法 法门无量试验学 念是念的 但不一定走 其实大学长说 四则名为真菩萨心 三 不逆圣身之法 以信解力 以佛菩提不生疑惑 是意名为真菩萨心 我们现在很多人 相信佛菩萨 改佛菩萨的想法 我会碰到很多 龙树菩萨明明讲 大圣经是佛说 他们偏偏要讲 菩萨经 大圣经不是佛说 你要干脆就不要信 龙树菩萨 信了怎么会扭曲他的看法 他说 以不逆圣身之法 以信解力 以佛菩提不生疑惑 这是菩萨法心 我们再利用一点时间好不好 因为最后总结 再过来就在受祭的 你们走出门就是菩萨 当然我也不行 不过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希望建立了一个真实功德 希望大家能开始奉行菩萨道 另外一个 他接着这个经里面 他是验行品 检验的意思 验你的心 很有意思 他说 另有三世来验菩萨心 常情精进 求法不见 未是大圣菩萨藏经 以事经过 自争善根 亦能增长 众生善根 求法不屑 为什么 求智慧 因为一切根源苦痛在这里 再无名 所以我求法不屑 请问 我们有没有求法不屑 求法不屑 还要说法不屑 还要实践不屑 这才是菩萨心 他说 常随法师 恭敬恭扬 落过千岁 乃能得闻 善根相应 一世俱俱 千岁 我就听那一句就好了 闻以随顺 不为不逆 不莫不退 追随法师 一家恭敬 横置就责 我以数世账法罪顾 不得闻法 非法师救 你自己障碍了 今当亲近随从法师 令我一切账法罪业 皆息消灭 因为他是从无名来 所以一定抓法不停 所以第一个 求大圣经 然后能以此经 自争善根 令众生生善根 再过来 即便千岁 才得一法 我亦跟他乱 为什麽 千岁是很长 对不对 但得此一法 永断轮回 值得 这是菩萨发心 这是怎样 另外一个 我们就没时间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行菩萨道 到底你有没有一行 因为那个心 它会连贯起来 所以当你有这样的真实的心的时候 你会知道 我为什么这里面谈说 我不逆圣身之法 菩萨在觉 觉在现实 我不会悖逆现实 我逆法不是有一个法让我逆 因为事实实相如此 我怎么会愚痴到逆它 所以文法者是越来越有智慧 而且我不是讲吗 越来越有智慧 而来越来越现实 从世出世间法的一切缘起现实当中 建立他这一张 这个菩萨道 所以他不会你 他以这种心情 那我就讲说 我们当以这个心来减证自己 或者的话 我们文法再多 很可惜 当面错过 有甚深功德 难以得 金刚经不是讲吗 算术疲喻所不能及 问题没你的份 那我希望说 我们现在 菩萨走入你的心 这个向上的菩萨的法 向上的菩萨 因他法入我心 从此这个凡夫 却走出了菩萨道 这一条路来 是不是 所以变成一个实实在在 走在人间的活菩萨 我不希望佛法越走越迷信 存天就在那里幻想 却看不到那份现实意义 这是我们 今年最后一节课 跟大家分享 好吧 阿弥陀佛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夫及于怯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